救護人員推隊單架緊急抵達現場 這間地上躺著一名滿身嗜血的男子 旁邊還有一群人進行圍觀 警方活報道場將事故現場拉起封鎖線 二十四號下午兩點 為在台南雪甲區新方訪訊道路上的一間公廟 發生一起凶殺案 當時兩對父子黨四個人相約談判 沒想到雙方一見面就爆發衝突 二十九歲的莊姓男子拿起球棒 就往三十歲的郭姓男子身上打 郭姓男子為了反擊也拿起宮廟裡的剪刀 朝著他胸口刺了一刀 而郭姓男子的父親健壯立刻上前制止 但也因此受了傷 可沒想到郭姓男子隨後又衝進廟裡 拿起水果刀就往自己身上猛刺 由於郭姓男子拿刀刺向自己傷勢過重 在送一搶救之後 宣告不治 而另外兩個人受到重傷 也在醫院進行搶救當中 警方後續調查 雙方先前就有嫌隙 這回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 談判需要拿刀攻擊對方 警方都還要再進一步調查理清 這次新聞王浩宇 黃石函 台南參謀國道